在第一課之前,讓我先說一點點開場白 為了令大家在日後的課程聽得更順暢的話 給了一點點挑戰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檢查一下 如果自己對以下的題目比較熟悉的話 就可以Good to go 這些題目包括基本的四足運算 無論整數、小數、份數、甚至百分比 加減成除 如果大家在這一刻非常熟練的話 當然沒什麼所謂 如果有問題的話,歡迎可以在這部影片下面留言 隨便留一些問題給我 之後就是數字的讀法和寫法 過了一萬五位數、六位數的數字 如何讀和別人讀出來的人會不會寫出來呢 之後就是數字大小的比較 例如包括 零點五和二分一 那哪個比較大,哪個比較小的呢 然後就是有負數了 四寫五入 還有先成除後加減的 譬如就像畫面所見到的這個例子 1072 加85.46 減這堆東西不足夠讀出來 那 如果要先成除後加減的話 那我們就要第一步做了這一步 對 對 現在這樣選了一個Blog 先做了這一塊 然後再加再減 那 希望各位都會得到這個答案 那這一條呢,就約莫等於 1143.39 那如果說不是啊 我這次硬是要 硬是要人做了開頭的幾步先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加一個括號 如果加完括號 即是我們現在在畫這裡 加完括號 那我們看到呢 我們就一定要做了現在 先做現在的這一步先 那 將這三個東西 成為一個數字 就是 計算完之後 接著才再成 再除 那如果大家熟悉這個操作方法 那希望大家可以得到 答案是 7614.64 那 全部答案都是 會拿小數點後兩個位 那會練完四四五入那些 那希望大家得到這兩個答案 那最後一樣呢 雖然是選擇 但是也想大家做的 就是看看大家的電腦 有沒有安裝到這個軟件 就是 Microsoft Excel 那 即是現在大家就這樣 看我講數 那這樣就好刮的 那 我們會有一些 Interactive 的項目 那大家可以在家裡 拿個Excel來玩一下 那舉個例子 現在就好像這兩條數 那 我們就會 看一下 Excel裡面有什麼可以玩的 例如這個就是 Microsoft Excel 那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格格 大家可以進入一些數字 那詳細怎樣用呢 在這裡就不 不好花時間講 那 save啊 print啊 大家可以自己試試玩一下 那 應該怎樣按都不會爆炸 那 例如我們看到這裡 我上面已經有一條 色給大家了 那詳細可以怎樣玩呢 例如這一格 這樣 我們把上面那條色 按著 Ctrl C Copy 然後在下面這一格 打等於 先打了等於 先啦 然後再按Ctrl V 整條Paste過來 那 然後就會出到答案 那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計到的 1143.39 那 這個是同樣道理 那 整條Copy下來 那 然後就會計出的答案 那就不需要花時間在 剛剛那裡 不過也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對不對 那我這個只不過是順便 給大家看看Excel有什麼功能 那Excel其實還有很多功能的 那不是只有一個格 啊 入數字 那還有很多東西 那我們可以日後花時間再講 那 講多一點點東西 那 例如大家看到 這裡 有一個 就是 約莫等於 那 由於呢 上面這個才是 真實際的數字 那 我們呢 就 由於進行了一個 4寫5入的步驟 就是我們把這個小數點 後第三個位 那 4寫5入 就好像過了這個變成9 那下面這個呢 那 小過5 那所以我們就不要了 那下面那些都不要了 那 那我們就會得出這個答案 那 所以這個就我們會用 用 約等於的這個符號 另外還有一樣東西呢 就是 遇到我們遇到一些很大的數字 比如 100萬 1000萬 或者打上呢 那我看到太多數字 那 就 數起來上來就會很麻煩 那所以呢 我們呢 在小數點之前 每三個位 就會用一個 這個叫做Dowson Separator 嗯 中文好像是 千位分隔號 那呢 就會隔起所有的數字 那呢 今天 講的東西 那 基本上都是第一集之前的 那就不講那麼多了 那大家有空可以回去 玩一下這個 Excel的Software 那 今天先講到這麼多